中人的那個教員一早 然後那個前面大家有講過 所以我就講我心的我覺得很好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是早11點多就到那天 然後就是要去幫忙招春單 然後就其實我就發現說 其實把這樣幫那個教員一早發球 他其實是真的很辛苦 因為那時候就也沒有什麼 然後天氣有不想卸來之類的樣子 就是這發了大概一個多小時 差不多到了下午1點半的時候 我們就回到那個台北縣政府那邊 然後就因為可能社工 他們本身社工還有實習生都已經很夠了 所以就是我們就變成說就是 就被邀請到那邊去看一下 他們早療癮的叫內容這樣 然後就看到他們小朋友就是 雖然他們可能就是 可能心智上就是還沒有很成熟 可是就是他們就是很活潑啊 還有就是小孩子那種屬於小孩子那種天真 對然後後來之後我們就 我先被調到那個去安排玩遊戲 之後被調到我們去發那個他們基金會的傳單 然後在我對面就是一個實習生 他就跟我說就是一個小孩子叫爺爺 然後他就很可愛 他雖然是早留的小孩子 可是因為他可能就是因為缺少了那種正常小孩那種 心智成熟度 所以他就相對於其他小孩子就變得很天真 可是就是因為這樣子就是 我也覺得很感動就是因為 他就是在上台要結束之後下去的時候 就是他就親每一個在第一排前面的長官 然後我覺得就說小孩子怎麼可以不是那麼天真 對就是我就想說就說 早留真的是對一個心智成熟比較沒有很好的小孩子 是真的很有幫助的 就像燕燕他可以原本從不能進去不能做 之後到慢慢可以再可以做像正常人一樣 然後這是我就是在工人的影展的時刻 然後我還有就是當那個 農林興旺小學的克谷老師 對然後他就是一個 你知道是郭台梓先生 他創立的一個經濟營會 然後他在福大師隸屬於那個 服務學習中心之下的一個 算一個特別的計畫 對然後你看他說他們精神指標是說 給一個孩子希望尋以台灣的未來 他主要就是幫助這些就是可能 低收入戶或者是說安親家裡 或隔代教育的小孩子 就是因為他們可能沒有錢去上安心班 然後這個基金會就提供這個小學 去他們就是幫忙做一個補救教學 所以假如說他是上六年級的 然後我們會有個前測 會有個前測是說可能就是看他測到幾年級 對然後因為他們可能就是本身 家庭環境的一一支素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可能程度有時候會落差不大 像我同時帶一個是六年級 他可能就必須上了三年級 然後我帶的是四個六年級跟一個四年級 然後我是教他們四五年級的課程 然後我剛剛就講說他們是因為是家庭環境的因素 所以他們本身家裡背景可能就比較複雜 所以其實我帶起來有時候也是蠻 我覺得有點失利 就是因為每個家庭環境的小孩子 大家都有不同的他們的成長因素跟背景 所以他們可能有時候態度啊 或者是講話口氣就是 有時候真的讓你很抓狂 可是又不能就打小孩或怎樣 所以就是跟他們講道理有時候講不通 所以就是必須有時候是罵啊 或者是轉至社工 我們還有一個社工是專門補導 算管理整個學校這樣子 然後我們客服老師算教他們小朋友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這些照片就是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那個 他們大廳 就是前門那邊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我們希望他有一個良好的排隊秩序 所以我們都會在這邊 就是在那個前面那邊 就是去做一個整隊的動作 就是放學的時候做整隊的動作 然後就讓他們學習就是說 就是放學之後回家也要有秩序 然後不要就是亂糟糟的回家 就是讓他們學習很好的生活習慣 可是因為他們都很愛講話 然後又很吵 就是很吵 然後喜歡亂動 就是喜歡趕快跑去 所以有時候就是在那邊就是 帶小孩子整隊的時候 其實都是很累 就是因為你不去活他們 要不然就是擺11個顏色之類的 要不然他們根本不會 然後這個就是 我上課的班級 就是學校會提供一個教室 然後給我們就是算這個金金會去上課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帶的小朋友 最多不超過10人 像我同事就只帶到8個 8個還是9個是最多的 然後一般是以5到6個為競爭 然後我帶小孩子是5個 然後因為教室空間很大 所以就有時候就是 就少數幾個人的話 其實他們講話聲音就 回響的就非常大 所以有時候就是覺得耳朵很痛這樣 然後因為他們小孩子就是 雖然很愛講話 可是就是因為就是 有時候就可能我上課的東西吧 然後就是我也很感謝他們 就是有時候會願意聽我講一下 就是我講的上課內容 那不然有時候他們就是 只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就是金金會也提供很多活動 像什麼業遊福大 還有什麼教師姐講考 就是我照這個很不清楚那個 就是他們學生自己做的教師姐的卡片 然後就是可能因為要 我們是算一級一級的 所以他旁邊才會有個小熊那個 就是因為要根據小朋友的學習狀況 然後要社工就收集起來 然後回報給上面 然後去確定就說 我們這個福大到底是 小孩子學習的狀況是怎樣 然後他覺得 就是希望小學 他帶給他的成效是怎樣 就是這樣 然後就是 就是我們就是 上課之前我們都會做一些討論 然後因為 就是我們必須穿這種背心 才能進入校園 然後就是 確保就是 可能 就是四位老師而已 所以我們感情都很好 然後有時候就會討論一些事情 就分享小孩子的學習狀況 然後就覺得小孩子就是 各方的小孩子都會有各方不同的情形 然後就覺得小孩子真的是 帶這樣的小孩子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可是就是 我覺得就是要有耐力或者是恆心 要不然才能繼續帶小孩子 因為我從九月多到現在了 然後就是講說 你沒有耐心跟福心的話 我覺得你 我可能中途就跑了 然後這是我的報告 好 那下面這一個 好 那下面這一個 可以先 好 已經來的沒有人沒有簽了 還有沒有人沒有簽 沒有人沒有簽 因為再下來的我就先不給簽了 開始了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請食物的那個對象 就是有剛剛那個 台北 是 有